你回來我們給你一個認證 所以我們就給他寫了一個 我們兩個就給他蓋一張簽名 他現在回家 他回去之後來拍照片 我把那個放在他們家電視機上 對 哈囉我是蝦蝦大家好久不見啊 今天我會各位帶來一個很特別的企劃喔 其實呢 根據國內知名雜誌公布的社會親恩度調查統計 有高達88.4%的民眾認為 醫師是最值得信賴的職業 那但是呢 在這些專業形象的背後 醫師論是不是也有一些秘密趣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我記得有一個病人 他有賣細磁麻疹 然後一直找不到原因 那我就幫他做了一個抽血檢查 然後抽出來 結果他是對狗毛顧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家是有養狗嗎 然後他就說 對 就是他養了一隻黃金獵犬 然後因為我們徐麻疹就是 要避免這個誘發因素 可是他就跟我說 打死他也不會去拋棄他的狗 他寧可他徐麻疹發作 然後來找醫師拿藥吃這樣 就覺得很有感同承受 因為我自己也有養狗 我也不會因為我對狗顧名 然後我就拋棄他這樣 那我就跟這個病人講說 就是除了我們吃藥治療之外 他如果還是要繼續養的部分 我們可以使用一些空氣清淨機 或者是就是吸塵器 就是每天做好清潔 那這樣子也可以避免這個徐麻疹發作 原本我以為自己很健康 可是後來發現自己有高血癌 吃了高血藥藥之後 當然血涯滴下來 可是那個藥說實在 我並不想吃 我問了這個醫生說 有什麼辦法可以把這個高血癌治好 說沒有辦法 你是研發性的 後來自己在想 會不會是呼吸中止症 所以後來我就去找廠商來做這個 居家檢測 結果一檢測出來 發現自己竟然是重度 也就是說每一小時 這個呼吸中止數超過30次 我就想那我就趕快做 剛開始我也想用這個呼吸器 可是吃了之後 其實發現沒辦法接受這個呼吸器 因為它比較大 照著口腔 比它睡不著 那我就因為本身是牙醫師嘛 所以我就做這個牙套來改善 所以我戴了之後 發現血涯有很多情節 大概兩個月之後就這樣 我會呼籲醫健 把這個睡眠檢測 當作是一個三高的 Routine檢測 因為睡眠呼吸中 你會造成這些代謝的問題 而你不做一個Routine檢測的話 那你光是要也沒有用啊 我覺得做一個睡眠檢測是很重要的 這樣才能夠真正把病人的疾病治療 謝謝 我是在健典的醫院工作 所以跟一般的醫院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的客戶來做檢查 有個爸爸 他就是可能覺得胸悶不太舒服啊 然後擔心是心臟的問題 然後可是他又是老煙腔 所以他可能做了肺部的檢查 就是低低量的電腦斷層 然後看到肺裡面好多肺氣中喔 然後再來做了心臟的檢測胸 擔心心臟會隨時出狀況 然後這時候可能做了心臟的檢查 發現心臟蓋化很嚴重啊 然後隨時都有可能血管會塞住喔 你們在講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我後來就發現 其他的家人就是眼神都看著我 就是他們的眼神就是說 叫爸爸接恩 叫爸爸接恩這樣 但是其實我們的第一是 要教人家接恩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我自己的家人也是 我當然不會馬上就說 要接恩要接恩 因為這個通常沒有效果 然後我就會說 接恩真的很困難 你們接恩真的很不容易 通常都是有人可能 自己生了一場大病啊 或是自己的什麼肺癌 或是生了你的肺癌 他才會痛下決心要不抽菸的 但是就是因為肺部的狀況 已經有很多脾氣中啊 而且心臟心血管的問題 也跟肺有關係喔 所以如果可以少抽一點菸 我們會比較放心 家人會比較放心這樣 這時候其實就是 家人就覺得 欸醫生有講到 我們想要講的東西 然後爸爸好像也 稍微可以接受 就是通常就是 我們的Client 其實他們還滿給醫師面子的這樣 對所以他們就說 對對對我會少抽一點點試試看這樣 那這時候我覺得 滿有趣的地方就是 跟家人的互動啊 眼神啊 那個默契 然後一起幫爸爸 把他的健康過好 對我覺得這個是很有益的事情 也讓我滿難忘的 其實當皮膚科十幾年喔 以前剛進皮膚科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皮膚科不重要 就是不是治療癌症那些很偉大的事情 但是這樣子看了幾萬張臉之後 我發現其實把臉顧好啊 真的可以讓一個人自信心好很多 像我就覺得我有一種老師的感覺 就是學生逃離滿天下 我就覺得我的病人啊 現在都好很多 而且有些還是知名的youtuber 所以我真的覺得其實 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 所以真的要把臉顧好呢 其實真的在職場上就會很順利 我分享一個男性女症小朋友的案例 他本身其實是小學六年級的一個小朋友 那本身大概也有一個 一罩杯到十罩杯之間的一個胸部 那是媽媽很著急 就帶他來能整求一個 他自己本身是很開朗很正常的小朋友 他並沒有因為這樣的一個胸部外觀 覺得非常的自卑 當媽媽在提的時候 他也就是一副沒有關係的樣子 甚至還跟媽媽說 要不然你那個內衣尾可以穿啊 就是這樣可以開自己玩笑的小朋友 我自己也是很佩服 但是我個人會發現就是說 這樣的小朋友在 我的門診是非常非常少見 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較自卑 甚至不敢給同學看 我個人是這個想法 其實男性乳母症它並不是一個疾病 它是一個身體的表現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外觀是你可以接受 你未必要做治療 未必要做手術 但是你有些部分你可能要注意 會讓你產生這樣的外觀 可能就是因為你有這個 飲食上的不正常 你接受太多的塑化劑的一些接觸 甚至飲食不控制 肥胖產生磁性素的增加 那這些其實對你身體是有害的 那甚至你可能 你胸部變大 可能真的是一個良性的腫瘤的增生 這也要再做檢查 你可以不介意身體的外觀 但這些部分 飲食的控制 營養的評估 還有健康的評估 這都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得到醫師認證 是多麼光榮一件事情嗎 因為其實我們做很多 那有時候我們遇到特別大 我們都說 你這個真的老婆很幸福 或女友很幸福等等 那有一個回去就說 醫師認證說我的是很大 最大 他老婆 我不相信 不相信 你真的每個都這樣想 每個都這樣說 然後他過來跟我們反應之後 我說 你回來我們給你一個認證 所以我們就給他寫了一個 最大腔認證 我們兩個就給他蓋一張簽名 他現在回家 回去之後還有拍手 然後把他一個 放在他們家的電視機上 對 我跟你講 外面說自己大都是騙人的 我們是醫生認證 我們是醫生 真的 而且是雙醫師認證 他是最大腔 而且這個判斷裡面 這個都算醫療劑 沒錯 去call便利都call得到的 那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是 他現在去 國外衛國爭光 你講一下那個是怎麼樣 那個就是他爸爸是雅醫 他也是最大腔 那我們就也把那個證給他 然後他爸爸也就這樣說 來啦 那個醫生化術吧 化術吧 然後他每個都這樣把 都沒有沒有 真的 我們上面都會有邊框 你自己的這樣子 但我們也有統計 總共要PR95的 超人類 才會辦法得到這張證書 像他 他拿那個證書 是中文版 帶他去哪裡 他去 他會不會算爆料啊 他去歐洲啊 跟他講說哪個國家 我會寄一份 那個英文版的 不是英文版 是那個國家的語言版本 特別給他 因為那個國家不喜歡用英文 講不被講太多 好 讓他在那個地方 可以揚替台灣 對 就靠他了 看了這麼多醫師分享的 去世和心得 日本們是不是就覺得 跟醫之間的距離 又變得更近了呢 如果你也喜歡這種 類型的影片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期待我們下次再見面囉 掰掰 好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